俄乌冲突以来 日本跟在美国后面一步一驱 不仅积极对俄制裁 还源源不断给乌军送物资 不过近日这批物资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据央视网4月26日报道 日本给乌克兰送的物资 包括日本自卫队的应急食品 日本记者亲口尝了一下 差点把门牙割破了 只见他对着镜头字牙咧嘴说 这个压缩饼干太硬了 用门牙咬都咬不动 如果不用就此使劲咀嚼 根本咽不下去 4月初 日本自卫队飞机向波兰河 罗马尼亚运送用来远驻乌克兰的物资 而印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被其设为了转运点 在此期间还发生过一点意外 印度方面拒绝为日本这批原污物资做中转 俄乌冲突两个月了 日本跟随美国实施了一系列单方面对俄制裁措施 包括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俄个人及组织 实施财产冻结等制裁 限制半导体等多种商品及技术的出口 作为反制措施 俄罗斯将日本列入不友好国家及地区名单 此外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月下旬对印度和柬埔寨访问期间 就曾分别向印度总理莫迪和柬埔寨首相洪森施压 要求两国采取对俄强硬立场 但军遭到拒绝